指定和教授也有話題 就籌備 Oxus 有代表承認 考ever a job 梁光智利梆校長 港高大學國際學院透任 horrified 執照渡區院長 國海大學職業教授王文翔教授 同樣國際管局裡桓的石崇教授 小雇大學林人傅齊見長 小雇大學公視大陸中心主任 黃增甄主任 大陸超洋塔城區教育舉舉長米御山啤雀 超洋獲宣化醫院院長 圓御東院長 超洋獲報議局 公委會議局 以及九大英全科技有限公司執行長林青山執行長 中華電信主任中堂貼任 以及中華國際廣越地藏佛教協會理事長 世大正師傅 歡迎來賓 為了歡迎遠道而來的貴賓 亞洲大學特別準備清美的禮物要對王文翔教授 因此現在請邀請許副校長以及王文翔教授上臺 歡迎 請許副校長及王文翔教授請先留步 貴賓也從梁維銘帶來了 具有洪山文化非常標準性的禮物 因此我們現在再邀請 大陸朝陽塔城區教育局局長李玉江局長 以及朝陽書畫院院長袁維副院長 上臺特鳳揚州大學 玉龍玉鳳以及洪山女神 請歡迎岳維銘 來請歡迎雙部院長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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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請貴賓也給我們的主副校長回到位置上臺座 大家好我們是創意領導中心 科派的主持人我是星儀 我是羅夫 羅夫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聚集大家在這裡嗎 聽說亞洲大學今天邀請了一位非常厲害的人物 要來為我們演講喔 那你知道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喔 現場有沒有各位同學或者是老師知道我們今天最厲害的人物是誰呢 啊 真的是非常厲害呢 那 欣儀啊 我考考你一個問題 好啊 你的歷史有沒有學好呢 嗯 應該有吧 有毛了嗎 請問你對洪山文化有沒有一點印象 哦 對洪山文化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龍 龍 龍啊 為什麼是龍啊 因為腳在最近八千多年前呢 中國人就已經出現了洪神崇拜的習俗 而在洪山文化時期呢 洪神崇拜已經達到十分炙熱的程度了 其實啊 中原地區的洪神崇拜呢 跟洪山文化是博有淵源的喔 而且啊 其實我還知道 洪山文化呢 它是中原養熟文化跟北方頭的文化 兩者文化相碰撞一起而產生了一個新的富有生機跟創造力的一個新鮮文化 也只好進出它的手工業 更是因為淘氣的工業 欸 想得厲害喔 哇 洪山文化不幾年會有豐富的歷史 才具有豐富的藝術內涵呢 那請 不是我們兩個講到現在啊 真的 不急在想要歡迎我們的教授和我們演講呢 別擔心 我們今天呢 由遠從而來 從渺領省渤海大學而來 的王文翔教授呢 他是對洪山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學者 來為我們演講 哇 那我們講到這裡就別話不多說了 那我們一起掌聲歡迎我們親愛的貴賓 王文翔教授 親愛的許正行副校長 林田復產學長 黃淑珍主任 洪熙明會長 張世忠副院長 石大政理事長 林京兴執行長 及在座的各位台灣親人 打給好 好 海峽兩岸同文同统 有著相同的語言文字 民俗節慶 悠久歷史 海峽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 論著工商文化 對中華文明之影響 在講座之前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以台灣人士的文化交流 及朝陽四大文化的概況 好 2014年8月 以胡錫林會長為團長的 台灣24人參訪團 來到朝陽 我為參訪團做了 兩岸之家親 朝陽文化報告會的演講 報告會之後 我陪參訪團參觀了 洪山文化的專題博物館 德福博物館 我得登記一下 參觀牛和梁羽紙公園以後 我們成立了海峽洪山書畫院 這是胡錫明博士和朝陽市委副秘書長 陳一民為海峽洪山書畫院揭牌 2015年1月3日 我應胡錫明理事長的邀請 來到台灣參加 2015海峽兩岸漢墨明家書畫展 這是書畫展秘牧士的照片 當時我在這個位置 這是大家熟悉的今天大政理事長 今天大政理事長也來到這裡 這是胡錫明會長 在這次書畫展上 經胡錫明會長的推進 我以靜宇大學達成了 講座邀請議相 但是 由於入臺症的關係 我未能及時入臺 在此 我向靜宇大學 唐川義校長 王明富副校長 申表歉意 2015年 八月 以新竹縣議員 趙一仙 林保光平團長的 台灣 大學生 大學生 補助生物 參訪團 來到朝陽 這是大陸對台的重要交流項目 這是遼宜省台辦負責任 副主任 李崇山 朝陽市台辦主任高侯偉 親自參加了 我為台灣大學生獲得 兩岸一家親 陶洋文化報告會 這是趙一仙 林保光兩位議員 向我贈送紀念品 我為台灣大學生 簽名留念 台灣大學生 我以台灣大學生一起何影留念 這是 鳥排兩地的大學生 2015年8月22日 洪西明會長 親自講會校的姚景函 交到我的手裡 也為我今天的演講 增加了信心 鼓舞了士氣 在此 我也謝謝貴校 謝謝胡錦麟會長 這是朝陽科大給我的姚景函 明天我將會朝陽科大進行演講 這是中國的形式版圖 你會遇到這個形式的進步 有一個十分美麗的城市 我就來自那裏 遼寧朝陽 我們古老台灣在這個位置 朝陽是生產和寓意文化的風水寶地 首先近幾年在朝陽境內 發現了震驚世界的古生物化石 其數量行種之多 保存至好 價值至高 堪稱世界第一 朝陽因此被譽為世界古生物化石保護 2016年 朝陽化石保護的老四項 移民司世界紀錄 尤其是中華龍鳥和遼寧古國 更是朝陽在全球駐車的商標 朝陽因此被譽為 地球上第一隻鳥飛起的地方 地球上第一朵花佔放的地方 此還成為神奇的化石文化 其次 演繹在寮夕茫茫青人的 牛和良紅山德化遺址 向世人昭氏良 中華民族史前文明的輝煌 牛和良改寫了中華民族文明史 朗朗祖宗文明史向前推進了 一千萬年 牛和良是龍的故鄉 牛和良祭司坛和北京天坛一外相成 牛和良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中國傳統史學一向認為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把其他地域的古文化看成是中原古文化 衍生了一些知性或地方變種 牛和良紅山文化 一指令朝古發現 證明中華民族並不限於 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地區 而是多種文化交流龍河的結果 此看稱為神聖的紅山文化 第三 自從前沿黃河流域 於公元三四五年 在龍山 也就是現在朝陽的鳳凰山 糾建龍祥伯寺 拉開了朝陽的和教文化序幕至今 朝陽一直是東北地區的 和教聖地和和教文化全國攻心 朝陽的和教文化可歸納為華盛 因為今天大政理事長在這 我會很容易 華盛哪華盛呢 首先聖部是兩國色力 聖僧是韓無節 聖四是龍祥伯寺 聖塔是北塔南塔 聖山是鳳凰山 聖水是大龍河 聖世是一件士寶 三件國寶 聖地就是我們朝陽城 此看稱為神秘的和教文化 這是一件事寶寺 在東北兩國時的一時的壯觀場面 大陸的事實上會非常地精進 朝陽也是三岩古都 東京十六國時期的公元337年至公元436年 鮮培莫隆士在此建立了前沿 後沿和北沿三個地方政權 其中前沿 後沿和北沿 以古時的龍城 也就是現在的朝陽 作為都城的時間是52年 作為培讀的時間是28年 歷史長達百年之久 此看稱為神奧的三沿古化 上述我介紹的四個文化 在朝陽我們把它統稱叫四大文化 也把它統稱叫朝陽國大精神文化大花園的四國美麗七八 也把它稱為叫四神文化 我今天與大家交流和分享的是紅山文化 那麼什麼是紅山文化呢 從現在的研究資料看還沒有確切的定義 我根據前沿的研究成果是這樣為大文化 紅山文化是指以龍為塗層 以玉器為米器並表現階級 以神拳為法統 以女拳為君子 以竹髓草聚居為特色 以石器為主要生產工具 以陶器為主要生活工具 五千多年前 在中國北方以朝陽赤峰為中心存在著 帶有國家徒刑的社會形態 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頭 因首先發現於內蒙古赤峰市的紅山而得名 這就是國歸納的紅山文化 第一個我們看看紅山文化的發現 上個世紀初也就是1906年 日本人鳥居龍藏 大家可能要聽聽哈 受聘於此峰的卡拉進王府 在王府鎮教期間 曾經在此峰一帶進行考察 1908年他回到了日本 拽寫了蒙古旅行和東蒙的原始居民 大家看一看 中間站的這位就是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 這就是他考察的紅山後日 1930年中國學者梁思勇先生 進行了樂和執行的考古調查 對於樂和前海的學位肯定是 原來朝陽對樂和遷風 梁思勇可能大家伙不一定會遇到 但是他的父親 大家伙不一定知道 那是中國近代史的梁啟超 非常著名 他在1935年發表的《熱和茶不干尿》 採踢新時期時代與陶片 都特別指出 有可注意的是 楊朝順的彩陶 而這些彩陶正是後來所確認的 紅山文化彩陶 第三 1955年 中國考古學家引達 根據楊思勇的建議 在他的專注 中國新時期時代 專門列出一張 《關於紅山後的新時期時代移植》 在這一張裡 紅山文化得到了正式明明 因為原來還沒照紅山文化 所以說 在1955年他這個文章發表以後 紅山文化得到了正式明明 1979年1982年 兩次對 朝陽市 東三主人遺址進行發掘 其中有件裸體 孕婦像 裸體孕婦像 高水 5.8厘米 頭部殘缺 左部隆起 臀部肥瘦 左臂彎曲 左臂貼於上腹 有表現陰部的明顯記號 這就是東三主人遺址 1981年 文物普查 在朝陽市的建品進行 郭大叔與趙文延一起來到馬俱展下 郭先生上前拿起筆筒仔細觀想的新童暗示 這哪是什麽遺址 就是這件 叫馬蹄形遺址 這正是在朝陽苦苦尋找的 紅山文化劇區中最重要的一類 馬蹄狀遺址 贞得馬力表的福利 郭先生一起帶走了這件遺址 並進行研究 春頭摸瓜 郭先生一行經詢問老鄉 這件東西在哪裡剪到是 五千年前中國最大的基石種群組 現世人間 郭大順 對於考古界 因為蘇宇齊已經去世了 他現在是頂精神的文物 趙文延是一個文化戰的戰略 這裏面有馬隊長是誰呢 叫馬龍徒 當時叫生產隊的隊長 馬龍徒早已不在人世了 但是他的兒子還簡單 我在早期研究紅山文化的時候 見到了他的兒子 大家看一下視頻 每次來到這裡 他都出來到 找了一个人,今天恰巧遇到了他, 他就是当地最早发现红山文化定器人的儿子。 我们想特别想知道当初发现时的一些细节。 在哪个地方? 在那个红红红红,西洋。 是吧? 当时那个财, 博大叔,你不知道去哪里, 我当时去哪里, 人去的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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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那个哥们? 。 , 你还有一些是啊。 你还有哪里有何严重采的是, 你才可以 Amazing, Nobodyется Nor at its expertise, 这封谈话了却了王文祥多年以来的词言 因为洪山文化发现过程补上了一节不可或缺的银条 1982年全国菩萨部的会召开 郭大兴先生指出 东三本遗址的发现与史前祭祀和文明兴起有关 引起了时任全国考古理学会仪式长 苏炳齐的重视 1983年7月20日 北京的19位考古学家在苏炳齐先生的率领下来到东三本遗址现场 在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 这是全国首次发现的一处史前祭祀遗址 会上于米超先生语出惊人 他说留学生们经常问起 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到青铜文化 到处都有妇女小雕像发现 为什么中国没有 有了这两天的建文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一种 全国考古界等到三十多年被发现的重调材料 这就是一些新时期时代的妇女雕塑像 以及同这种雕塑像有关的一片祭祀遗址 苏炳齐先生指出 东三本遗址对研究燕山门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具有里称飞的意义 人民日报在1986年7月28日海外版发表的发表消息 叫更标题是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史的地震 辽西发现红山文化重大移存逆势 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万年 这就是大家不要看红山文化的区域图 我刚才提出了几个地方 所以就用红字把它标起来 一个是位于7月1号1的指封的红山后续纸 7号10是朝阳的牛和梁的续纸 7号9是东山的续纸 我们从这个图上看 红山文化的区域 位于以赤峰军中心的内蒙古的东南部 和于朝阳军中心的辽宁省的西北部 和河北省的东北部 红山文化研究的多月贡献者 这个叫苏炳奇 对于苏炳奇先生 他生于1909年 去世在1997年 他被考古业 语为一代太小一代中师 他承认全国考古协会的理事长 他对于牛和梁 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有很多论断 首先第一个 皇帝时代的活动中心 只有红山文化的十分框架 可与之相适应 我们华人都号称自己是炎的皇子孙 炎是指谁 大家好说一说 炎帝 皇呢 我们都是皇帝子孙 所以说 皇帝部落早期就是在 复兴和朝阳军中心的红山文化区域 中国古文化有两个重要区域 一个是源于贝和流域的养梢文化 一个是源于大流域的红山文化 皇牛和梁 红山文化 女神调的女神 是红山人的女主 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 一会儿我在讲女神调的时候 会做深入的解读 第二个他叫郭大顺 赵老先生还健在 他承认梁永省文化厅的副厅长 他主持了刘和梁项目的发掘 他是刚才我讲的苏炳奇的学生 他的很多论断 他的这段论断是最经典的 大家给我看一下 牛和梁 谭妙荣 遗旨群 规模之宏大 气势之宏伟 组合之完整 不仅在中国是其之唯一的 就是以世界古史著名文明古国相比 也毫不逊色 以他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 和明珠圣地 当之无愧 所以说 牛和梁遗旨 号称是世界 走去遗旨的文化遗旨 这是牛和梁的发掘报告 这个报告 把百万字数百口出现 他为牛和梁深入 和牛和梁研究提供了加速度 这是报告的一转稿人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他叫卓大顺 他的讲述 他的著书经过 这是牛和梁第二地点 保护起来后的照片 我们洪会长 还有我们台湾去的朋友 赵超雅 我们都会领着他们 到城中去参观 五千年前 红山文化的壮观场面 中国考古区系 类型学奠基人 原全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齐先生 在中国文部起源新探义书中明确指出 冒号之后 正是大家很高兴的 红山文化在最近五千年前 率先跨入古国阶段 以祭坛 古神谣 基石种群职 和橙皮穹套的玉职礼器 给标志 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 百英原始公社 世主部落质发展 已经达到产生既一公社 又零下一公社之上的 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 已经产生 从而把中华五千年文明传说 空缺的一千年 过到了十数 我昨天参观了咱们顾武博院 你看顾武博院一开始是什么 叫新世纪时代 下来是什么 夏商周 而夏商周记载的是什么 是公元前两千年 咱们现在公元后 今年是二分一五年 所以说我们文明史记载是四千年 而我们如果上下五千年 再一千年再来找到美 就在朝阳找到了他的正细品 好 我们就按照苏老爷子苏太祖 刚才的这段话 给大家解读湖山文化 首先解读牛和良祭坛 这就是牛和良祭坛 它是有三个同心圆五层 以0.3至0.5米的等差 无成极高 它的外圆直径是22米 中圆直径是15.6米 内圆直径是11米 我跟大家解读第一个问题 牛和良祭坛 为什么是三圆中心 刚才我给你表示了 为什么是三层圆 它不是两层圆 它不是一层圆的 它不是四层圆 不是五层圆的 它是源于自然现象的掌握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地球自转一周是多少时间 以前 地球老太阳转一周是多少时间 是一年 而在一年当中 就分为叫春夏秋冲四季 在这四季当中 可能在咱们台湾表现的不是很冲响 因为在台湾大家 在冬天都看不到比方 而在我们的宫北 可以说是春天是春暖花开 夏天是烈日炎炎 秋天是秋高气爽 冬天是冰天气 这四季表现的是非常分厉 它源于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源于太阳运行的组织 我们说自把盘骨开天地 自从有了太阳的气 太阳在地球上运行的轨迹 是更无辨的永恒的三条 哪三条 也就是太阳在夏日 春分秋分和冬日 这四个时点运行的组织 是永恒的三条 是更不不便的 也就是太阳在东正的时候 是从东南方向升起来 在东北方向落下去 太阳在春分和秋分 那两天是重合的 是从正东方升起来 从正西方落下去 而太阳在秋分那天 是从东北方向升起来 从西北方向落下去 所以说永恒的三条 所以说胡杉仁法 因为谈是一天的程度 所以说胡杉仁法的尖 看出三 三被神化了 我们看看摄像 而牛河两三元集团的设置出公路 远离对自然现象的感觉 相对于地球 太阳在夏日 春分秋分冬至时的运行普及更不便 永恒的三条 在冬至的时候 太阳是从东南方向升起来 然后又从西北方向落下去 它在天上给画的一道圆弧 但在夏日的时候 太阳是从东北方向升起来 然后又从西北方落下去 在天上也画出一道圆弧 但这两道圆弧呢 是不相交的 就是它是不重合的 它是曲率相等的 这样两道圆弧 那么在春分和秋分这两天 太阳是从正东方向升起来 又从正西方落下去 所以呢 这四个时点 太阳在天上就画出了 三道曲率相等的圆弧 第二 牛河梁祭坛后裔已经和在 我们知道 然这个繁衍啊 从爷爷到父亲 父亲到我们 我们再到儿子 儿子再到孙子 那么文并的传承子 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 那牛河梁祭坛的后裔在哪呢 大家这个地方听过没有 有听过的吗 在座各位 这是北京的天坛 三元石坛 这是北京的齐年建 建议三元 它的穹顶 一十三元 经科学考证 北京的天坛 就是牛河梁祭坛的后裔 而牛河梁祭坛 就是北京天坛主宗的主宗 或者叫主宗的平方 我们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北京天坛 三元石坛 其天地建议三元 雄河梁祭坛 雄河梁祭坛 三元石坛 红山文化的圆秋就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圆秋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晚的圆秋 是在哪呢 就是北京的天坛 这正好是一首领 今天北京的天坛 的圆秋也是这个样子 有三层同行园所组成的一个圆台 这是我们看到的明代的圆秋 这两个相差了五千多年 但是他们的行制 五千年的传承 五千年的传承 五千年的弘扬 五千年的执着 他们的行制没有变化 第三 牛河梁祭坛 三个同行园直径 比值的奥米 我刚才给大家讲了 它的外园直径是22米 中园直径是15.6米 而内园直径是11米 我们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但是我们用相近园直径比的时候 也就是用22 12米 15.6 分中15.6 除以11 大家伙会感到木镇口哉 什么木镇口哉 也就是它的比值是相同的 并却是最小的五里数 根号2 哎呀大了妹的 它怎么会是最小的五里数呢 湖山人是根据什么 画出的这个咱个圆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正方形的边长 你最表现之笔 是根号2 它们两者之间会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我说出上半句 大家可能说出下半句来 这句古话叫 无规矩 什么 诶 不成方圆 你看你最表 这是汉代画像的 女娲夫妻 女娲持归 夫妻拿去 有了规矩 按周密算经史先画方 我们依此做一个假设 红山人在画这三个圆的时候 并没有先画圆 他是在地上先画了一个边长等于十一米的正方形 在这个正方形上 他画了内阶圆 内阶圆的直径是什么 十一米 他一在正方形上 他又画了一个外阶圆 那这个外阶圆 正好是正方形的最表现 那只有是15.6米 我们按照在中原的基础上 再画了一个外阶的正方形 在中原的基础上再画了一个外阶圆 那就是第三个圆 红山人就是这样画圆的 我们大家看视频 正方形 边长与对角现实是根靠二 红山人构筑圆修 三圆的直径制 也是根靠二 这是小河 还是二者间存在着某种观点呢 周一算经说 圆出于方 依次说法 做个假设 勒住圆形几盆 红山人先在这衣上画了一个正方形 然后 以这个方的边长为第一个圆的直径画出那些圆 这就是第一个圆 接下来 再以这个方的对角千人直径画出第二个圆 也就是方的外接圆 再往后 将第二个圆的直径做为边长 画出第二个方 最后 以第二个方的对角线为直径画出第三个圆 这就是二半个圆 三个圆画出来了 有此看来 第三个圆的直径 与第二个圆的直径 与第二个圆的直径 为根草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讲牛和良女神庙 第一 女神庙简介 这就是我们在我们中国大地上 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最早的神庙遗址 它属于五千多年前的红山文化 它的位置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与宁原交界的地方 叫淑和良 它呈南北斗巷 南北长十八里 最宽住是九米 最宰住只有二米 它的南边还有南丹市 对它南丹市只有2.6米的地方 尿区的主面积仅为七十五平方米 大家可以在贵听 这两个是仅为七十五平方米 大家看这是什么 红山女神 红山女神在哪发现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一看红山女神的表面衣 她的颧骨足足 鼻子月影蛙线 两个眼睛是玉座的 光黄的外表称国字形的眼 所以说它有着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但是大家还应该继续看 它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左耳禅缺 左耳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大家看红山女神在哪 有没有注意瞅啊 我立即说的有点有摸的 是吧 这是红山人戴耳智的地方 说明当时人类的文明已经进入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是她的表面 她的深层次 我们把时间向前推 推到三十二年前的 一九八三年 一九八三年 七月二十日 以苏炳吉率领十九位考古学家 在喀佐工三水召开史前祭祀遗址座谈会 在这个座谈会上 余伟超语出惊人 她说 从史前文化到青鸿文化 这是历史的一个段階 说文明国家都有妇女雕像的存在 为什么中国没有余伟超列作臣死 不是没有 是没有被发现 当时苏炳吉和余伟超舅辽宁和朝阳的考古工作者 叫到跟前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找 肯定会有重大发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九八三年的十一月二日 红山女神在牛和良的第一点被发现 红山女神的发现 不仅是中国考古界的姓氏 也是中国的姓氏 她兼不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 没有妇女雕像的空白 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所以说 大家 我们作为华人 作为中国人 应该被红山女神的发现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女神廟念进狭窄之名 刚才我说了 当三台是非常丰富的 为什么女神庙仅有75平方米呢 那是因为女神庙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入的 谁能够进入呢 只有大首领或者是屋 我刚才在讲红山文化定义的什么 是与神圈为发动 当时 它不像现在 我们像选与什么领导人呢 大选的 什么你当国家里面的 那个时候 是靠什么 神庙同志啊 是靠大首领作物 只有大首领作物 去与神经交流 把神的旨意 再传达给他的部落的人 所以说 我们形成了一座当时的 以神圈为发动的 红山的独法社会 那么大首领是怎样与神经交流的呢 大家看视频 与神交流是大首领的特权 大首领也是屋 屋是由大首领担任的 神庙唯有大首领才能进入 大首领是怎样与神交流的 除了神和大首领 没人知道 大首领走出神迷 向族人传达神的旨意 借助神迷 大首领也就是 规范了红山文化时期的 社会之行 有学者认为 红山文化或有具备了国家的情态 贵之于红山文化 而为此 散居在各地的人们 才有可能 无条件的 不从至今的大首领 才有可能 面带着 共同的神 好 我们看出 它越小 越彰显着 女神庙的无限神意 越小 越彰显着 大首领 全力的至高无上 女神庙 选举之名 我们刚才看一下 女神庙 它摇对的是什么 是猪鼠手山 而女神庙 这是位于牛和梁的良品 它为什么要相遇猪手山 因为猪在鼓直被称为 北斗奎兴 它又寓名叫生育神 为什么它叫生育神呢 我们知道 猪每生产一次 要生 一胎可能要生十几个 而我们人类都知道 我们人类的生产能力 可能 我们一胎要生一座是正常的 双胞胎 那就算是 那就算出了齐了 那一胎生三个四个的 那就是罕见了 所以说 那个部落需要发展 它也需要人精兴兴旺 所以说它向往里面 你这个猪手山 它要给神庙 要增加它的神性 第二个 我们从女神庙 以猪手山的年限来看 当时红山人 已经非常有了严厉的计划性 我们现在可以说 大房建屋 那还要计划计划 规划计划 其实当时红山人 也已经有了非常严格的计划 也就是说 用这个假想的年限 一些红山文化遗体 都在这个假想的年限旁边 大家看一看视频 红山人 红山人大席神远 全职也很讲究 女神庙东南十公里 山峰赴似诸盛 女神庙相对于诸盛 诸盛 亦在彰显 亦在彰显 女神庙 亦在彰显 分析的 巨人 是一座顾佑生牛神廟。 相對著主手劍廟彰顯出了神廟的風力, 而從大環境上看,女神廟的全職亦堪稱睿智。 航空搖桿,這裡是女神廟。 航空搖桿,這裡是豬手山。 當我們將女神廟和豬手山之間搭上一條描顯了連線雨後, 奇景出現。 牛和良其他意志,依附著這一條連線設置。 女神廟發覺之一。 在這裡,我實著求是的告訴大家, 女神廟的發覺僅進行了一小小的一部分。 因為女神廟我們不但發現了, 剛才看那個女神還發現了比成人大兩倍的, 大三倍的耳朵不少。 說明什麼?說明她有完整的身體。 另外,我們在女神廟當中不但發現了人類的祖先, 還發現了一些動物神, 也就是熊的下肉,還有鳥的翅膀。 我們為什麼不發覺呢? 我們講,要搶救性發覺。 把這些寶貴的紅衫文化漁產群藏於地下。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我們發覺出來的文物, 因為出來以後都很快被崩化、氧化, 保護措施也不夠, 這也是它的一個原因。 我們看看當時都發現了人類的哪些殘劍呢? 考慮發覺,女神廟出口的很多重要的物物。 比如說,人像殘劍, 鼻子,耳朵, 手臂, 上臂, 手臂, 乳房和大腿。 所有殘劍都是草拌一致的。 再有就是, 這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像。 女神像出口於中式西側。 頭頂上殘缺。 和頂頂故事。 眼線於世為經。 經念遠古國光。 直徑二點三日。 背面成金狀。 身現眼波。 頭頂上殘缺。 頭頂的背面和下部均也殘滅。 以背面的殘滅看, 應該是貼附於一波五大。 這尊高浮飆的人像。 風高二十二點四。 風吻觀二十一。 尤克良的人像。 髻骨突突出。 鼻梁呢有一點點凹陷。 雙目呢, 看起來是景頂陋深。 雙唇寬厚。 整體給人的感情呢是磁像端庄。 但,不實微艷。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這尊神像應該是紅山仙景, 模拟真人雕塑出来的 而非想象出来的神 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说一经发现 便受到了考古学习和社会会界的高度观察 苏敏奇在名授红山女神的时候 把考古工作者教导一下 他说这个话 说红山女神是五千五百年前 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 不是后人想象的神 他是红山人的民族 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女 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一些台湾的一些政要 已经影响了到大陆去 往往去到中山林 因为中山林是苏华共产国 我们大陆人对他也非常可怜 往往还到陕西的皇帝 从考古上来看 皇帝部落是从 以赤峰和朝安徽东西的 叫南亿的 所以说他肯定要红山女神要办 所以说我也欢迎在座的各位 有机会到辽宁朝雅去参拜红山女神 东华民族的共主 这是红山女神 孤主时的片刻 当时摄影家李正时抓牌的这一场面 以五千年后的历史回面为主 参加了辽宁省1983年摄影大赛获得了这两个美妙的女神庙笔画 我们先看看这两个笔画 我们再度可能有搞收藏的 但我敢肯定的说 你收藏的肯定要给他办 因为他是什么时代的 是五千五百年前的 可能大家就说 他说你这两个这么大的一个字片 它有什么光辉的意义呢 当你把历史的字片连接起来以后 你就能看到五千年前的文明和辉煌 你怎么连接呢 我们现在有电脑了 我们用电脑把它拼奏起来 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的壁画目 展现在你的面前 你大家上眼了 墙底处于女神妙机制 几块墙底虽说都仅存八个大小 但当我们随意选择起 在电脑上将同样扩展了以后 又一个奇迹出现了 美额美惯 极美至极力 这是细心发现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室内壁画 中国第一部史前文化张维提小说 《红山女神》 在我未开讲之前 我正送了一本书给咱们学校 叫《红山女神》 这本书是由朝阳市禅迹人作家协和主题 张维提著的 是我国的第一部史前文化张维提小说 大家看一看 这《红山女神》四个字是谁写的 这是大家比较精静的 红西宇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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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西宇会展的简介 因为红西宇会展 大家好都比较熟悉了 在这里 我就不一一述说了 但是在大陆 在很多的大学 我需要进行详细的解读的 因为他也是我的老师 他也收我做了他的角色 牛和良基石主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基石主 什么叫基石主 就是用石头堆积的木子 大家看看 总是什么 是家子去了那个一点 我们说 咱家子 家是什么 是我们活人的地方 咱把这一点去了是什么 就是人去臭的地方 而这人 不论是活人和死人 他 一号的是什么 咱把宝子这去了以后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早前都知道 那就是 猪 当时胡商人非常主的猪 所以说 家的含义 也是非常深刻的 我们第一个 中国发现 五千年前 规模最大的基石主群主 这就是基石主群主 这就是基石主群主 你现在到大陆去 大陆去 再看到这样长形 只看不到 因为这个现在 你现在已经保护起来 这个基石主长 是130米 宽是45米 它的总面比是 五千八百五十平方米 是我们 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中国的历史上 发现的最大的基石主群主 我们很多的预期 就是在这些里面 被发现的 第二个叫 维于葬 我们说 红山文化时期 我们人家内部需要生存 而那个生存时候 那个时候的制石业很发达了 因为我刚才在讲 东山文化的时候讲 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院 制桃业也很发达了 它主要生活用力 它制谷业 也就是动物的谷 做的生物的帐 也很发达了 所以说 但是在那个 墓葬当中 却没有 淘气时期和谷气的发芽 唯有欲气的发现 为什么 因为欲气 它是一种欲气 它代表着一种思想形态 它代表着一种意识 所以说 我们把形态 把这个生天地 把这个欲 在这个欲气生天的地方 叫随着 所以说 在考古文化中 我们讲 叫唯欲伪丧 所以说 我们在 尤其是在 牛和良 文化仪式当中 所以说 在墓葬当中 唯着找的是欲气 并且是精美的欲气 我们看视频 环绕着鸡团 积石主 石关内紧随葬着欲 学术界将车称作为 为欲散 所以说 牛和良的 治食业和 治饕业和 但是在墓里 还不埋葬 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 食器和生产有关系 而是把 这个淘气和生活有关系 它是实用的 而欲气 是非实用的 完全带着那种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的 这红山人 就完全 把这个 和生产有关 和这个 生活有关 和物质 对他们有关的 在墓里 是不随葬 是排斥 而指随葬 和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有关的 一起 这就说明 红山人对欲的认识 从这一点看 从埋葬的新宿上看 就达到了一个高谱 所以我们就叫 唯一律为藏目 此词啊 随道 律器表现阶级 我们从八折的律器上看 也就是牛奶武器上看 它那个 当时啊 它那个种是什么呀 它有 除了哪些种 它都有个中心大墓 处于正正间 中心大墓 围绕 中心大墓 中心大墓 是早于深延 它律器也很多 它的诗观也非常整齐 沿着这儿也非常讲究的 而这个啥呢 那大些墓呢 那就非常整齐 有律器随葬 但是连上多了 而再到多律器的墓当中呢 少有律器随葬 而到边上这个小型墓当呢 那就没有律器随葬了 所以说 这个律仗的律器 有表示 墓古人生前地位等级的功能 说明什么 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阶级的产生 有了国家徒刑的产生 也就是说 当时那东西大墓呢 那就是大首领 那就是墓落的头 有 那他要去世以后 他随身带着律器 那就去他睡 那边上呢 那就不属于大首领 那就属于一 那地位身份 那就差很多 所以说 他又表现墓主人等于身份的功能 我们看个视频 红山文化基石中 根据规模构造形式 随葬品种 与数量分为四种类型 由一座位于墓地中心的大型墓 统领其他墓葬 中心大墓深属于基因 石棺基柱其远 随葬与其丰富 规模四肢的石棺的石棺 石棺宽大多有 玉气随葬 再往外是无随葬的小型石棺 木坑窄小细处简陋 甚至还有这样的 三个人都一起在一起 从考古发现看 牛克莱古遗址出处的玉气 具有标准的墓主人 生前社会党籍 地位身份的功能 大型墓葬 位于基石种类的中心部位 矿穴和石棺的规模都比较大 随葬玉气的种类和数量相比较多 而中小型墓葬 多分布在基石种的边缘 矿穴和石棺的规模较较小 随葬玉气的准备和数量的渗党 由此可见 红山文化晚期 已经出现了 比较严格的社会等级文化 牛和梁基石种 唯于御葬 众青捧之 处于中心的墓葬 墓主人唯于我独尊 随葬的玉气 是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我们讲 玉纸礼器 大家一看 眼花了亮 这些玉纸礼器 都是在红山户 红山户当当中 出土而来的 并且这些玉纸礼器 有一个共同的特样 它都有佩戴或者使用的痕迹 说明什么 说明了 故的主人 生前就佩戴它 或者使用它 当时红山人誓死如是生 他死了以后 他使用的东西 就随着他 埋起下 也就是说 有助于他升天 我们再看一些这些玉纪 那也是 方古都讲 刚才我讲的 叫瓦蹄形玉菇 勾云形玉佩 这是玉龟 这些是 这可以什么说 红山人的话 就光那个玉器发现多少 正式挖掘发现的玉器是 183件 一会儿我会问大家 道义发多见 183件 说明当时 红山人的 对于智玉 从 预料的选择 运输 切割 打孔 以及抛光 琢磨 这等一系列的功能 已经非常的俗化 令现代的治愈者 那也叫 放育生肺 你不信我把这个现代的治愈者 你把它找来 我就说给你预料 我在你 一个是 两个东西不让你使 一个是 垫 我不给你垫 第二个 第二个东西不让你使 金属 不给你垫 不给你金属 连现代高科技有多样的路上 你也打合不了这个程度 说明当时的治愈 那也是 建立现代的治愈者 也是忘死生肺的 另外 中国的玉文化 是中国最古老文化当中的 最原生的文化 可以说近万年来 绵延不绝 时至今日 一脉相成 中国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种物质 能像玉一样 有着 崇高 纯洁 美好的象征 我们有些成语 你比如说是 叫美义无详 说这人手朕如玉 说是 兵庆宴 说名为一岁不为瓦全 这些都是美好的一些词语 我们 从那个 中国的传统呢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叫传国御习的传统 也就是象征 象征 帝王权利的那个硬体 往往是由 精美的玉制作的 我们现在的人 也有配玉的这种习俗 我们一些女士 或者一些男士 另外我们呢 往往的印扎 都是用玉做的 标志着它的可信度 说明玉文化 从古至今 一直被人们亏损着 爱戴着 使用着 宗拜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 玉是什么呢 标志性的东西 我在开场的时候 我送了卫校 叫龙和笨 而这个是什么 玉珠龙 这就是 红山文化的标志 玉珠龙 龙 是东华民族最传奇的神异中 有关它的形成和发展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 是最大的谜传奇 最早的龙是在哪里出现的呢 我们台湾有一位歌手 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 说这个人叫侯德剑 他这种以龙的歌曲叫什么 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 谁能够站起来 能够唱两句我听一听 谁能够唱两句 好 没人唱两句 我说两句吧 龙的传人是这样的 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哈地名字叫长江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哈地名字叫黄河 谁不能看见长江的美 梦里是谁有长江的水 谁不能听见黄河座 汹涌澎湃在梦里 这是一首爱卓歌曲 当年我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可以说是慷慨激昂恶俱对他们 但是随着时间的评议 时间的检验 特别是牛河梁洪山文化一指定 逃古发现 我就是一个结论的事 这首歌词不够冷却 起码说不够完整 有人在座的都是台湾人 你一个辽宁的人上到台湾来说 我们台湾做的歌词不完整 你有什么证据呢 好 大家看证据 这是苏炳激写的一本书 叫《华人龙的传人 中国人考古巡根记》 其实上面这三个词是同一词 它的意思是说 中国人的根是从哪来的呢 刚才我在贵宾室 在跟校长在集前我们的提前聊的时候 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的根是哪来的 这句话就是这个书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华人的根是哪来的 这是谁写的呢 刚才我说他太小医传家 他写的 你写的我写的都不好使 他写的都不好使 因为他是全非人 那这本书当中 有个叫《论西辽和古文化》 这应该有个红字的部分 这个红字的部分 我只是显示这本书当中 有着这样一段话 我把这段话给大家放大 大家好看好了 如果我说 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 是一部交相区 辽西的古文明 则是他的序区 他意思是说啊 我们中国的文明史 是一部交相区 辽西的古文明 也就是我的家乡朝阳 是这部交相区的序区 比中原要早 约一千年 也就是他比长江和黄河文明 要早一千年 他为啥说 你把他放在长江黄河前之后 那你没得这么说吗 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所以说把牛河梁 要放在前面 传说传说中的武帝 早期活动 在于就是这里 这部乐曲高超时 文明的中心 便转在近南的黄河边上 便是辽顺时代 所以说这首歌词要改 怎么改 叫遥远的东方有道梁 他的名字叫牛河梁 歌词后面怎么改呀 说年年几幅的山岗上 这里也是龙的故乡 大家好 刚才听我都笑了 是的 我是有理论依据的 我们看一看中央电台 对龙是怎么表达的 在中国 乌龙的西祖有了一距 无论从黄河内外 还是到大前南北 每个地方都有无数只 刻举刻刺的乌龙队 抒发着他们 对龙的敬仰之心 龙是出发民族自古以来 最终门上的神医动物 但是 有关韩星城 却是中国文明史上 最大的谜团之一 最早的梦是被哪里出现死的 1984年 在辽宁省朝阳市的 牛河梁一带的山岗上 辽宁省靠古城的专家们 发现了一片 如石头堆砌的古物群 今初步坚定 这是属于红山分化的几十一种 靠古队挖开了这些古墓 对着惊讶的是 墓中的陪葬品 都是制作精美的玉器 其中最严厌注意的是 在一个古墓主人的胸前 左右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兽 草武作家经过 武系的评论和研究盒 认为它是属于 红山文化时期的 鱼猪龙 这片子里面 有着这样的一台词 最早的龙是在哪里出现的呢 接着是什么 在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一带的山岗上 那不是我说的 那可以说是最权威的 东洋建在星期第一次水 在我们心目当中 龙那是帝王的象征 具权力的象征 我的老师 龙老师也经常给大家画这个龙 但是很难得的 这个龙在我们心目当中 那是非常同样的 那么龙在我们心目当中 到底形象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看一看 这是龙的形象 龙能上天 龙能浅渊 龙能陆地 宗华民族自古就有龙的精神 这是上天龙 这是下天龙 这是在浮行 在辽宁省 浮行是查法遗址发现的 叫石塑隆遗址 这石塑隆啊 它的长有多些呢 尤其我们喜欢古文化统成的 它的长律十九点七里 宽是两五 龙头龙腰龙尾 可以说是活龙河县 距今已经有了八千年的历史 这是在赤峰新勒拉遗址发现的 叫龙闻陶片 而这个就不是属于辽和龙的国家 这是在陕西 宝齐北首领遗址出土的 叫采陶遗址 这是在河南浦阳西水河遗址出土的 叫放肃炉 咱们叫鱼蚌相争 这个能成什么吗 这个放肌 用放肌摆着炉 这个墓的主人 当时肯定是这个附落的首领 我们现在龙袍龙鱼 这个什么龙沙发 那儿都出来的 一个都出来的 没有龙沙发 这是为了可惜 大家和这个故意地 这是C字龙 C字龙也是非常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就是在辽宁省朝阳市出土的 叫御都市 那么在这些地方都有龙的遗迹 都有龙的发现 那为什么说叫龙出辽和呢 那是因为辽和流域出土中 具有三个特点 一个是程契列 一个是年代网 一个是内经浊 这个辽宁日报 还有朝阳日报 在记载我的时候 因为我是个业遗 这样的法国的者 葛文老师知道 在说很多人知道 我是个业遗 但是在记述我的时候 在结尾当中 都是有见一个话 说王文祥大声鼓励 王文祥就是我了 说王文祥大声鼓励 朝阳不但是第一只鸟飞起的地方 第一个话 绽放的地方 也是东华龙形成深刻的地方 我在这里 我告诉大家 不是我的大声鼓励 我是在对考古学家的论断 在打琴呐喊 我们看一看 专家是怎么说的 这个龙啊 它的起源是多有的 跟中华文化起源 外国有的多有的 但是呢 这个梁河这个龙呢 它就 一个是 呃 内心多 一个是陈希烈 和一个年代早 它是我们的 这个龙主梁河也 它就 跟这个考古政策 这个是我们关系 我们唱龙的传人 自称是龙的传人 牛和梁也是龙的故乡 宗华民族的历史 在大龙和这变故 宽广的流域里 被改写了 三皇五帝的传说得到了证实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由四千年变成了五千年 中国传统史学一线认为 黄和流域 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把其他地域的古文化 都看成是中原古文化 衍生的一些知戏 或地方变故 牛和梁洪山文化遗址地 桃古发现 证明中华文明 并不限于 以黄和流域 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而是多种文化 交流融合的建国 我们说完龙了 我看今天女士之族 跟龙对应的是什么 我们有 我们古人呢 我们算是叫 忘子成龙 忘子成凤 我说龙 不说凤 可能在座女士 是不愿意的 因为她也想当凤 那凤 在红山文化当中 有没有发现呢 告诉大家 是有发现的 我们看一看 她的 玉凤的原形 这就是玉凤 她在牛和梁的第十六号 的四号部屋 她的长是十九点五米 十九点五厘米 宽是十二厘米 她的厚重一厘米 陈律师 她是这个 大家看一看 翅膀 是 圆而上 方而上肖 尾巴 圆而下腿 这是 浑 道中的嘴 这不是说嘴是啥 道中的嘴 嘴是叼着她的翅膀 这是原生的眼睛 可以说是这个玉凤 唯妙悲笑 活灵活现 你就把现在的人 就是给你金属 或者给你垫 你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程度 我带给大家比喻一下这个玉人 这个玉人 我们今天正好大战区是啥也带 我们说当时它就是一个宗 一开始 咱们的宗教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玉 本来就是 今天我上次过 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人类的宗教的生命 人类的进化 说这个人是啥 无关大家我看到的 非常清楚 他都刮张的耳朵 两个手是过了一个祈祷的症状 当时洪山人 也要跟自然的一些灾害冲锁症 他也祈祷放藏 要保佑我们人类 有着美好的生活 有着美好的生活条件 这样过去是祈祷道 可以说这个祈祷的状态 可以表现的是非常的虔诚 非常的认真 他都不愿意 是吧 张开的 眼睛是 密封的 所以说他这种状态 是非常的虔诚的 我们看一看 中央电台 对于玉凤的揭露 这是玉凤 这是幕主人啊 头上震的是什么 大家我看就是玉凤 这是出土时候的片刻 因为现在出土时候 马上就有横开 横开 横开就讲说 他的玉人是在 幕主人的腰间 我们看一看 中央电台是怎么解读的 他对玉的认识 达到了一种高度 他认识玉 才能在这个时候 来的 从我们讲的 唯一为荡 唯一为荡 应该就是用这个 就是用这个 但是这个玉凤代表导致 也代表他有个关键 就是他可能一种意愿 就是天然的生成之物 用他的这个沟通天地 沟通人和祖先 他天上的祖先 在十六号中心大墓 牧主人的头底 有一个被考古学家称的 玉中的大鸟 差不多有二十一场 他的翅膀尖而上笑 尾巴圆而下垂 尾巴圆而下垂 转向最后的头上 用一个圆着的大剑 和一个硕大的钩 来勾兴奋 我估计还是鹰 鹰 鹰深化就是凤 就是凤 而且他也有一个比较 这样他在洪峰文化里面 民生既有龙 也有凤 而且做着有御所 而且龙凤就是中国 全龙化的主要的 那种 玉就是主要的灾 这两个龙凤玉 那个洪峰文化 这个洪峰文化 这洪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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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圆首之地 他说的 洪峰文化 是中华民文明文化的 原主之地 我们看一下 玉人的解读 这个玉人 是按照真人的形象 雕刻而成 高于月二十一米 他的身体处于直立姿态 手臂关靴 放在胸前 双眼飞翼 自不相较轻松和心中的愿望 这种姿态有关 和那个弟子欺挡的一个关系 那他那份特殊的 他这个肚脐就扶起来 肚脐表 然后就是 两个眼睛之间的额部 这个地方有个洞 他身体挺硕 我们观上批 就是在做法 吸气 吸气的时候上下贯通 所以我们叫这个人 这个玉人 这个玉人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节目是 论红山文化 对中华文明之影响 那么就到最后的这一段 因为给我的实践 很多 叫做节语部分 中华文明 对中华文明 对中华文明 对中华文明影响 还有哪些节语呢 松鼎齐 松鼎齐 在1987年的9月16日 在参观牛和良一直以后 提了这一段词 叫红山文化 谭妙种 中华文明的一象征 给牛和良的红山文化胜利 下了结论 这是平平 第二 如果说 整个中华民中文明发展史 是一部交响曲 辽西的古文明 则是它的序曲 比中原要早 约一千年 全身做武力 早期活动 大约就是这里 这部乐曲高潮是文明的中心 便转到了静南的黄河边上了 便是老顺女时代 你看 大家我听着我的声音 看着后面的 牛和良遗址是神圣的 他塑造了一位 崇高的女神像 他建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谭 他发现了中国历史上 归入了最大的一十种群职 他展示了五千多年前 辽西古国的风采 辽河文明 与黄河文明 长江文明一样 是中华民主文明的摇览 红山文化在御兵五千年前率先跨入谷国阶段 以祭坛女神庙 即十种群职和成皮成套的预纸礼器可以标志 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公社 氏族部落制发展已经达到产生低于公社 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 即早期的成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 从而把风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 推卸了 落到了实数 第五 中国现代史上 也就是现在现代的 预见定的顶级专家 他叫杨和达 他根据牛和良出手的预计 他写了一本书叫 古玉金玉 因为他是预见定的顶级专家 所以说他写出书来以后 就没人敢给他这本书做序了 那么他在自己做序当中是这样简直 说看十年的开放中国就要到深圳 看百年的沧桑中国就要到上海 看千年的风雨中国就要到北京 看五千年的文明中国就要到朝阳 特别是因为牛和良 杨国达金汉 这是他的签字 金汉是指2004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虽然我们居住在台湾 生活在台湾 大家估计大陆也是非常了解的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上海是世界大都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而这三个在中国当代想当当的引地名 都在给朝阳文化做福建 刚才大家我看了 福建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 非常的扎实 说明朝阳文化领域至深厚 牛和良谈谈 以指群 规模之宏大 七十之宏伟 组合之完整 这是一个排比句 规模之宏大 七十之宏伟 组合之完整 不仅在中国是起之唯一的 No.1 就是以世界古史著名文明古国相比 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 除了我们中国以外 还有古爱典 古印古 古巴比伦 就是以这三个国家相比 也毫不逊色 以它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象征 和民族圣体 当之无愧 最后一个 牛和良是神奇的 神秘的 神圣的 不去牛和良 很难了解牛和良 去了牛和良 不敢悟 很难理解牛和良 红山文化古国的气概 很难领略 牛和良 红山文化古国的神圣 很难理不了 牛和良 红山文化古国的普遍价值 因此 我们不但要走进牛和良 了解牛和良 更重要的是 感悟牛和良 在此 我承认地 邀请在座各位台湾亲人 有机会 一定到 梁文明首的 好想去看一看 去感悟 五千年前 红山文化古国的风采 我会像 接待胡锡民会访那样 接待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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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支持明镜与点栏 打赞 打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